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这里的地下铁被誉为全球最长的艺囊 50年代起 瑞典的议会和艺术家 开始研究在地铁站设置公众艺术 前后找了150位艺术家设计 现在100个站里面超过90个有艺术装置 由香港移民到瑞典20年的Cecilia 就由他带我们去看几个他最喜欢的车站 当中最大的中央车站 每日人流达到16万人次 设计师特意用了油锅的蓝白色 去舒缓乘客等车时躁底的情绪 而壁画上面的展影也很有心思 议员想着要多谢当时的一些工人 一些建筑师 如果只是写个名字在这里 他会觉得像一个墳墓 他会想到不如用展映的形式 他投影在这个山洞里面 早期为何他们会有这样的构思 莫斯波的地铁比我们早很多 但莫斯波的地铁比我们早很多 但莫斯波的地铁是以斯特林的形式为主 即是同一个爱国者为主 那种艺术和我们的艺术不同 这种是大众化的艺术 公众艺术用来叫艺术 他很欣赏瑞典的人性花之计 例如在郊区小镇 因为纯有很少人等车 就建一些花来作陪伴 站与站之间的旅行 亦都好像浓缩版的历史故事 好像皇家花园站 就摆了17世纪的古文物 球场站的彩虹其实是奥运五环 用来纪念1912年在这里举行的奥运会 另一个站就画了一公里长的树林 讲述70年代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 他回想以前在香港搭地铁 因为人多又迫 整个过程都会很紧张 将艺术涌入地铁站 可以令人心神放松 是一种艺术治疗 除了车站艺术 瑞典地铁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动物都一样可以搭 车厂里面也没有严禁饮食 狗上的车会不会咬人 会不会弄得很骯髒 因为每个人都会很自觉性 很自律性 我觉得这里 动物都平等 动物都平等 经常说 乘地铁最能够体验当地的民生 只可以说北欧人的数字真是很高